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天文台在凌晨3點35分 改發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訊號 凌晨4點鐘 韋森特集結在香港西南偏西 大約110公里 預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0公里 在台山附近登陸 天文台在今早3點35分 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 韋森特即將在台山沿岸附近登陸 本港仍然普遍吹烈風和暴風 而離岸和高地是間中吹巨風 我們預計8號烈風或暴風訊號 仍然是維持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不要鬆懈防風措施 記者朱欣培現在就在尖沙咀 朱欣培外面的天氣如何 黃馬雨 其實現在尖沙咀碼頭這裡的天氣 是非常之惡劣的 除了是黃風黃雨之外 雨勢非常大之外 這裡的陣風也是非常之厲害的 除了陣風 有時候會吹到連人都站不起之外 樹上的樹葉 地上的垃圾都會吹到周圍飛 並且好像我身後面這張招牌廣告一樣 都已經鬆脫了 不過仍然是有一些市民 專程來到尖沙咀碼頭這裡 是追風 說要感受一下這個巨風的威力 但是在天氣這麼惡劣的情況之下 市民最好留在安全的地方 應該遠離岸邊 我們會在這裡跟進最新的情況 現在先將時間交回新聞報 謝謝主任陪同在外面的同事 港鐵宣布 由於電力故障 東鐵線紅磡站至羅湖站 和洛馬州站的羅匯方向 串線站停服務 有乘客一度鼓掃 兩個小時憋得都幾乎快要跳樓 所以這個應變 還有應該在這兩個小時當中 除了車內反應輸入太慢 港鐵說東鐵線往大埔站 有大樹倒塌 影響供電 其他站也有跳電的情況出現 東鐵服務午夜前暫停 工程人員要緊急搶收 有乘客滞留在車廂 港鐵說要完成維修 恢復供電後 列車才能重新入站 讓乘客離開 服務在凌晨2時44分恢復